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培基弟兄 追思晚会 日期2020年7月14日 晚上7点半 基督教福兴教会 礼堂举行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最新八幅小组的相片 提提大家 记得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是了 是7月19日 第八个福 欢庆迎福福音主日 快点积极邀请VIP和新朋友 来参与这个福音主日 让我们每一个都有份参与当天的大收割 一起为耶稣加多一点 感谢主 我们的拿西二人计划 已经进行了超过一半了 首先很感谢大家的 祷告纪念和奉献支持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不断地学习 实习 看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他们不断地成长 特别在他们的报道工作里面 神都使用他们 让一些街坊回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愿神继续去赐福给他们 使用他们 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祈祷 也都继续去奉献支持他们 在2011年 福兴教会透过关外 以不同的活动 在新心灵各方面 都祝福社区街坊 在过去半年疫情期间 也都拍出超过一万三千个口罩 在多谢各人的奉献 收到的防疫物资 福袋等等 也都转赠给不同的阶层人士 在对上主日 由街坊收到福袋之后 来到教会缺资信耶稣 在抗疫期间 我们也都开展了网上英文班 既能叫小朋友增值 也都可以认识教会 一同参与儿童的主日崇拜 感谢主 儿童暑期活动到现时为止 现今有12位的社区儿童报名 当中包括了一些基层的家庭 我们都希望在经济上资助有需要的小孩子 参与活动 发展潜力 让小孩子在不容易的社会环境里面 得着一份爱和关怀 健康地成长 另一方面在经济低迷 失业率高期底下 木轮中心也都会开拓食物银行 让在这段期间 义工所接触到有需要的家庭 和长者都能够得到帮助 现我们目标要有10万元的资金 来开拓以上的服务 请大家讨告纪念支持 教会验证招聘以下的职位 欢迎有心智一同服侍主的弟兄姊妹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认证者请将你个人的履历 连同个人的资料 在8月9日或者之前 递交彭建华传道 又到了周三家家序的时间 日期是7月15日星期三 晚上7点45分 主题是 机鹤冒移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大家记住回家序 到时见 A911祈祷会 将于今个星期六 下午3点到5点钟 为中国祈祷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看《试诗记》 早土会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7点钟 在地下荣耀楼举行